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母舰队,目前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核动力,这样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。 不过也有让美军头疼的事儿,那就是,如何处理退役的核动力航母。目前全球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已经退役五年,没想到现在又让美军开始头痛了。企业号如果谈及企业号,那么大家都知道,这是一个让美国海军舰队骄傲的战舰。原来以企业号命名的军舰就是一个传奇,自然标用于第一艘核动力航母的命名。 当年美军为建造这艘航母,确实费尽了脑筋。整个航母的建造工程,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,投资4.5亿美元。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元,如果换算成今天的币值,可能要达到上百亿美元了。 核动力航母,由企业企无论怎么看,这艘航母都是非常先进的,满载9万4千吨,全长330多米,凭借8座核反应堆,28万马力的输出,航速达到35节。 以及几乎无限的续航力,可以搭载84架舰载机,企业号自服役起,一直南征北战,立下了无数功勋。 但是在先进的航母也有退役的时候,在服役51年后的2012年底,正式退役了,随后美军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,常规动力航母退役后可以进行封存,一旦需要可以再战时重新投入使用。 但是核动力航母没法这么干,主要是由于核动力系统的问题,如何封存它成了一个很大的技术问题,最后发现除了拆解之外,没有其他更好的处理办法了。 拆解中案说将其出售也许是更合适的选择,其他国家处理航母多采用在拆掉重要设备后,直接出售给拆船企业,多少能赚回点钱。 这样一艘巨舰也确实吸引人,不拆解,改为博物院也不错,我们绝对会乐于将其弄回来半个主题公园,美国宁可自宜花费巨资拆卸,也不敢卖给我们,不是怕漏洩机密,而是面子问题了,怎么可以把自宜的著名战舰出售给别人啊? 送去拆解再说,而作为核动力航母,美国不可能将其出售,由其他国家来拆解,核动力系统相当成问题,必须由专业工厂进行,最终只能自已干了。 如今拆解企业号的问题让人头疼,目前也只是完成核反应堆系统的拆除工作,接下来将其完全拆除,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。 常规动力航母结构相对简单,和动力航母就不一样了,结构相当特殊,又是第一次拆除,所以与上不小的技术问题,而且美国的人工成本更高,更不要说,拆航母需要不小的技能,所以人工成本非常高昂,如今9万吨核航母趴在港口,正在缓慢地进行拆解工作。 目前的计算来说,整个拆解工作需要15年,拆解备用也一路上涨,目前的说法,15亿美元,企业号更让美军头痛的是,企业号仅仅只是一个开始,后继上有多艘核动力航母等待要拆解,问题一个接一个,但是这样的头痛事,也只有真正的大国才能遇上,别人想都不用想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